大家好,欢迎来到Code知识 你是否曾经被一只雪白、毛茸茸、面带笑容的大狗狗迷住过?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一定见过萨摩耶犬 一种原产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雪橇犬 萨摩耶犬以其温和、忠诚、聪明和活泼的个性而闻名 也因为它们经常露出灿烂的笑容 而被称为微笑天使、笑脸天使或雪天使 但你知道吗?萨摩耶犬还有许多有趣和惊人的特征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萨摩耶犬的名字来自一个游牧民族 萨摩耶犬的名字来自一个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游牧民族 称为萨摩耶族 这个民族以捕猎、鱼猎和饲养巡鹿为生 并且使用萨摩耶犬来帮助它们拉雪橇 看守巡鹿和保暖 萨摩耶族非常珍惜它们的狗狗 并且把它们视为家庭的一员 而不是工具或奴隶 因此 萨摩耶犬从小就习惯了与人类亲密互动 并且发展出了友好和快乐的性格 2.萨摩耶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犬种之一 萨摩耶犬与狼的亲缘关系非常接近 据推测萨摩耶犬的祖先是一种原始的北极狼 大约在1万2千年前被寻化 萨摩耶犬的外表和体型也保留了很多狼的特征 例如尖耳、尾巴全曲、后毛和坚强的体魄 不过,萨摩耶犬的性格和狼完全不同 它们是非常温顺和亲人的狗狗 不会对人类或其他动物表现出攻击性 3.萨摩耶犬的毛色变化 你知道萨摩耶犬原本并不都是白色的吗? 其实,萨摩耶犬在最初的时候有多种毛色 包括黑色、黑白、黑河等 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 有一些毛皮商人认为白色的萨摩耶犬最受欢迎 于是,它们大量地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买走白色的萨摩耶犬 并且把它们运到欧美去买 这样一来,白色的萨摩耶犬就成了主流 而其他颜色的萨摩耶犬就逐渐消失了 今天,我们所见的纯种萨摩耶犬几乎都是白色的 只有少数的萨摩耶犬会有淡黄色或淡棕色的斑纹 4.萨摩耶犬的毛色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那就是反射阳光 萨摩耶犬的毛发分为两层 外层的护毛是粗糙和直立的 可以防水和防风 内层的绒毛是细软和全区的 可以保暖和调节体温 萨摩耶犬的护毛是半透明的 可以反射阳光 让它们在夏天不会过热 也可以避免皮肤晒伤 这也是为什么萨摩耶犬 有时候会看起来有一些淡淡的奶油色或银色的光泽 不过,萨摩耶犬还是需要避免 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潮湿的环境中 以免引起中暑或皮肤问题 5.萨摩耶犬是雪橇三傻之一 萨摩耶犬是非常出色的雪橇犬 它们可以在严寒的环境中 拉动重达45公斤的负荷 速度可达每小时23公里 而且持续时间可长达数小时 不过,萨摩耶犬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们太过友善 不太会警戒陌生人或敌对动物 因此不太适合作为护卫犬或猎犬 萨摩耶犬和哈士奇 阿拉斯加雪橇犬一样 都是雪橇犬的代表 但也因为它们的傻呆和没心机 而被戏称为雪橇三傻 不过,这也正是它们的魅力所在 让人无法抗拒它们的可爱和憨态 6.萨摩耶犬的微笑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你一定注意到了 萨摩耶犬的嘴角经常向上翘 就像在微笑一样 这个表情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萨摩耶微笑 Same a smile 这个微笑不仅让萨摩耶犬看起来很开心 也可以让它们的主人和周围的人 感受到它们的幸福和正能量 不过,萨摩耶微笑的原因 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的情绪 而是因为它们的嘴形和牙齿的形状 萨摩耶犬的嘴角向上翘 是为了防止脱衣流到它们的毛发上 造成结冰或发臭的问题 萨摩耶犬的牙齿也是呈现弧形排列 而不是直线 这样可以帮助它们咬住雪橇的绳子或者撕裂 7.萨摩耶犬的毛发可以做成纺织品 萨摩耶犬的毛发 不仅美丽 而且非常有用 萨摩耶犬每年会换毛两次 每次都会掉落大量的绒毛 这些绒毛可以被收集起来 经过清洗晒干梳理和纺织的过程 就可以做成纺织品 例如毛线 毛衣 围巾 帽子等 萨摩耶犬的毛发纺织品非常柔软 轻盈 保暖 而且不会过敏 是一种很棒的天然纤维 有些萨摩耶犬的主人甚至会把自己的狗狗的毛发做成纪念品 以表达对它们的爱 8.萨摩耶犬是一种工作犬 需要很多运动和刺激 萨摩耶犬是一种工作犬 它们的祖先曾经在严苛的环境中帮助人类生存 因此萨摩耶犬有很强的体力和耐力 也有很高的智力和好奇心 萨摩耶犬需要每天至少一个小时的运动 例如散步 跑步 玩球 游泳等 来消耗它们的精力和保持健康 萨摩耶犬也需要很多的心理刺激 例如训练 玩具 游戏 拼图等 来满足它们学习和探索的欲望 如果萨摩耶犬缺乏适当的运动和刺激 它们可能会变得无聊 焦虑 顽皮 破坏性 甚至出现行为问题 9.萨摩耶犬是一种很会挖洞的狗狗 它们会用它们的前爪 在地面上挖出一个深深的洞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埋进去 直露出头部 这个行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个是为了保持凉爽 因为地面的温度比空气的温度低 所以萨摩耶犬会在夏天挖洞来降温 另一个是为了保持温暖 因为地面的温度比空气的温度高 所以萨摩耶犬会在冬天挖洞来取暖 不过 这个行为也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例如破坏花园 弄脏毛发 引起皮肤病等 所以主人需要注意它们的挖洞习惯 并且提供它们其他凉爽或温暖的选择 10. 萨摩耶犬是一种很会吃的狗狗 它们对食物有很强的兴趣和胃口 几乎什么都愿意尝试 萨摩耶犬的食量也很大 一只成年的萨摩耶犬 每天需要摄取约1500卡路里的热量 相当于三碗的狗粮 萨摩耶犬的饮食应该是均衡和营养的 包含足够的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和矿物质 以支持它们的健康和活力 不过 萨摩耶犬也容易过度进食 导致肥胖 消化不良 关节炎等问题 所以主人需要控制它们的食量和食物的品质 以上就是我为你介绍的萨摩耶犬的十个冷知识 你是不是对这个犬种有了更深的了解呢 如果你想要养一只萨摩耶犬 或者已经有一只萨摩耶犬 希望你能够给它们最好的照顾和爱护 让它们成为你的最佳伙伴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 按赞 感谢你的陪伴 期待在下一场知识冒险中 与你相见